這邊也是空的 如果這裡面有資料的話 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 這邊的輸出 依然的結果是 這兩個相乘 對不對 其實 這個非常好寫 我剛剛就 快速的寫一下 我剛剛做法這樣 1 把上面 Ctrl C Ctrl V 應該都會 這個大家都應該很熟練的 然後呢 貼到下面來 改一個字 改一下 有沒有 2欄改4欄 對不對 然後再來做什麼 把這邊 本來有兩個的 A跟C 改一個變什麼 改一個E 對不對 這個都一樣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地方 else反思 E欄的 E欄的結果是什麼呢 就是C欄再乘上D欄 所以基本上就這樣 後面兩個是 這個Ctrl C 貼上乘上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C 改D 結果就出來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利用這樣的方法 在你很多工作上 應該都可以派上用場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 第一階段完成的話 這個畫面我也有把它傳上去 所以各位可以在 雲端白板上重整一下 這個應該是放在這裡 這個圖 有沒有 我又幫各位 有沒有 圖 要變更的部分 圖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一下 下一階段的部分是 如何做表單 因為其實前面的方法 前面的方法再怎麼好用 總是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 總是還是覺得 你填資料的時候容易出錯 所以最好是 按下啟動表單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它變成一個類似像 進銷唇的系統 其實這跳出來 就是類似一個 進銷唇系統 以後的話 你的相關的流程 通通都可以怎麼變成一個系統 那我們一樣可以做下拉選單 一樣可以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地區部分也可以下拉 原來下拉的部分 通通可以下拉 然後呢 按下確定也可以自動判斷 OK 來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這部分的話 大概 完成看到的畫面 類似像剛剛 我們的需求 試試看把它做出來